今天我要跟大家說 第一次打包的經歷 打包就是 執屍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 初出茅廬的 黃毛小丫頭 真的很青春 我覺得整件事 其實我那時候的樣子和現在的樣子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好 戴上頭盔 以上內容 全部都是假的 我不知道 被人說professionalism 有問題我覺得很傷 平平我在醫院做事做得這麼好 是不是 每次講護士 講醫院經歷裡面的事情 都會說 播放一些慘慘音樂 啪 那時候 拉鍊子 幫伯伯脫身上的喉 撿膠紙 很多東西撿 撿身上的卡爹屏幕 貼紙 總之做每一個過程 都要跟伯伯 沒有人說一定要做的 純粹就是 以示尊重 那樣 你好 怎樣怎樣怎樣 你要穿保護衣才能拆 那整個過程半個小時都差不多 用電筒照他的眼 他都不會變小 正常的縮小 心情覺得 原來這樣就去了 摸蜜薄 沒事的 呼吸又沒事的 我想他應該已經去了一段時間 如果剛剛 正常地去的話 還有少許余溫 但他又沒有溫度 是覺得 這麼脆弱 昨天還在 現在已經沒有了 就是這樣 我又不是屬於那些很眼淺的 那些 我又不是這些 最近不是說 謝苑文醫生 在SARS 15周年 人距離死亡 其實真的很近 玩玩玩 萬一你領到SARS 過幾天 睡在ICU 那個是你的 其實我是距離死亡很近 但叫做touch foot 我就沒有領到東西 總之我有個HCA 跟我一起做 總之 他叫我怎樣做 我就怎樣做 然後 整理好東西之後 他應該全都拿 然後 他就要開個Dressing Set 因為要 拿個棉花 要塞他的洞 塞他的鼻孔 塞他的口 耳朵不用塞 為什麼要塞呢 因為他有機會 裡面的東西會吐出來 因為他之前做完這麼多 急救的東西 很困難的 他可能會吐出來 那個HCA 跟我說以前 會塞了肛 因為他的肌肉放鬆 他裡面的屎 是有機會流出來的 要換片的 HCA跟我說 以前不換片 但現在換了 總之就是 還怎樣去 總之給他一些新的東西 之後 他就拿一塊大的Jaw Seat 就跟他包進去 他就好像包春卷一樣 就放在Jaw Seat 用一條繩子 就綁著他 包在床上 他有一個類型的 三種顏色 有紅色、黃色、藍色 不同的傳染程度 就有不同的顏色 例如我可能 愛滋那些 傳染病 就是黃色 譬如沒有什麼傳染病 就是藍色 他會告訴別人 這是屬於什麼 傳染程度的屍體 包完之後 那個簾就保持著 關上 總之 整個程度都不要讓身邊的患者 知道有人 噢噢了 我都是有人知道的 怎麼會沒有人知道呢 之後就等了 等大約半小時 其實時間有長有短 之後就有一些Porter 推C車的人 那些人 那個C車叫盧斯萊斯 推上來就會運走 C 之後他們就會運到去簾房 那我就功成身退 之後就簽名 有本寶就簽 誰負責打包 程序上的要做 那個感覺就是 原來生命就是這麼脆弱 原來我這麼近死亡 初初那個感受會大些 但到之後 就已經比較少那些 那麼沉重的感覺 在YouTube裡面 拉估兩院日常 這個Playlist 還有整個系列 讓你慢慢看 記得Like我Facebook Follow我Instagram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Facebook的朋友 記得按搶先看 YouTube的朋友 記得按平安鐘 那就不會失去任何一條新片了 大家有什麼關於醫院的事 都可以在留言中 開開心分享 下集見 Bye